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二十四集 司马慧忽然听见旁边有人说话 可机舱里却分明没有其余的活人了 这架黑蛇号运输机 舱内前后相通 虽是漆黑一团 但提着照明灯 就能从这头直接照到那头 总共才巴掌大小的地方 又哪里藏得住人 莫非除了探险队的六个幸存者之外 在这家失踪了几十年的特种运输机里 还藏有一位英国驾驶院的亡灵 那清乎警告般的讯息 仿佛来自于另一个世界 不仅是司马辉和玉飞燕听到了 处在机舱中间的俄国人白雄 也听得真真切切 他随探险队深入野人山腹地 无非是为了大笔酬金 不过事先完全没有料到 会在山里遇到这么多 难以想象的复杂情况 而且越险越深 等他想要甩手不干的时候 发现已经走不脱了 只好跟着其余几位幸存者继续同行 文士特种运输机 坠入列骨底部后 白雄虽然没受什么重伤 但也案子颠得不轻 他脑子里已经不分南北南辩东西了 闪觉身体虽然着陆 可五脏六腑还悬在天上 没落回原位 他没有任何信仰 心性冷酷残忍 向来从无畏惧 现在在运输机堕落的过程中 机舱里完全一片漆黑 外面更是昏昏默默 兴兴明明 白雄坐在帆布垫子的座位中 身上扣着安全锁 手中死死地拉着安全绳 在剧烈的颠簸摇晃中 身体也被惯性地甩来甩去 他曾不止一次达成过各种飞机 甚至在遭受地面防空炮火猛烈射击时 都不曾有过慌错失魂的神经 因为他知道遇上这种事 怕也没有用 只有听天由命而已 但现在就在这个阴森狭窄的运输舱内 他隐约听到有一个英国人说话的动静 这件事完全超出了白雄的常识 他以前做雇佣兵的时候 也和一些英国人接触过 浓重的英国口音他自然不会听错 可是眼下这黑蛇号里 现在根本就没有英国人 驾驶舱的通讯设置也分明是坏的 为什么会有英国人的低语声 另外这架运输机已经失踪了二十几年 为何直到今时今日还保养得如此新呢 又为什么在进入野人山巨型裂谷之前 会看到他黑沉沉的机影在低空掠过 这一切难以想象的现象综合起来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文士特种运输机在闹鬼 而且机舱里藏着一个英国空军驾驶员的王陵 所以才会听到飞行员王陵的声音 白雄虽然没听清楚声音的全部内容 但还是有几个断断续续的词句钻进了耳中 那个英国空军驾驶员的王陵似乎在警告探险队 机舱内的装载的货物极度危险 白雄从不相信任何人 但他对自己的耳朵深信不疑 他打着手势告诉玉飞燕 这架运输机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在没有调查清楚全部情况之前 最好不要随意触碰任何东西 否则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玉飞燕一直担心野人山巨型裂谷 会在热带风团的轻机下继续坍塌 倘若这金字塔的洞窟完全崩塌下来 人人都得被活埋在地底 眼下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最快取出机舱内的货物 然后立即寻找出口 带到浮屠势头减弱 就全火逃出野人山 可偏偏在这个接骨眼出现了意外 在运输机坠入裂谷底部之前 他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观看舱内的情形 但此刻早就用探照灯把前后左右都照遍了 机舱里哪有什么英国人 根据他所掌握的英军档案记载 这架黑社号文士特种运输机在缅甸执行任务时 失踪了在野人山裂谷的冲冲迷雾的最深处 当时飞机上包括驾驶员在内共有三名机组人员 难道他们的亡灵仍然徘徊在这里 不肯让别人碰触机舱内的货物 众人正觉得这件事情好生蹊跷 却见脑袋上绷满绷带的卡瑞维卡 握着一个黑色物体递到司马辉面前 司马辉惊奇的 诶 这是什么呀 卡瑞维卡显得慌里慌张 他比划着说了半天 好在有阿翠帮忙解释 众人才算明白 原来卡瑞维卡躲进机舱后 文士特种运输机就立刻开始高速下追 他忽然觉得有个东西迎面撞到身上 在惊慌之余也没看清是什么 就顺手抓住 当时不知道按到了什么 那东西就开始突然有人说话 将卡瑞维卡吓了一跳 随后运输机就碰到了裂谷中盘旋的气流 机身颠簸摇晃之际 他头部又撞了个口子 就此失去了知觉 醒来后发现那东西居然还在自己手里握着 按一下又有声音发出 卡瑞维卡大觉稀奇 按照免供游击队里的不成文规矩 在战场上任何无主之物 以及死人身上的东西 谁捡着就算是谁的 这里面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处 根本不存在一切缴获要归功的概念 于是他立刻就装进了自己的兜里 想要留下 等看到其余五人都不说话了 卡瑞维卡才把这东西拿出来给司马辉看 想让司马辉告诉他如何使用 司马辉等人一看卡瑞维卡捡到的东西 原来是个类似于采访机的手持型小型录音机 侧面还插有有线型麦克风 这才知道 在机舱内听到的英国人说话的声音 都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司马辉对缅甸人滚刀肉般的性子 真是无可奈何 但脑中紧绷的那根鞋 总算松了一口 罗大海抬手就弹了卡瑞维卡一个脑瓜崩 你小的差一点就把我们这魂就都吓掉了 卡瑞维卡根本不明白怎么回事 满脸都是茫然 玉飞验见只是虚惊一场 但是这部录音机中的磁带 似乎有提到关于货物的信息 他心中有许多难解的疑惑 急着想要从中找到些答案 便决定从头到尾听一遍 然后再根据情况去取出机舱里的东西 于是劝道 反正差一点和差一百点也没区别 你们也就别责怪这个小兄弟了 他能懂什么 他当即拿过了录音机倒带播放 经过仔细的遍听 发现这排磁带中记录的信息 果然是一个英国人所留 除了司马辉和罗大海之外 其余几人都懂得英语 可这二人又不肯在旁边瞪眼听天书 玉飞验无奈 只好听一段便给他们翻译一段 想不到接下来听到的事情 又让众人觉得脑子里边炸了谬 这盘磁带里记录的内容 远比在地底遇到英国空军驾驶员的亡灵更可怕 录音是由一位英国探动专家威尔森 通过实时字述所作的记录 开始 余运书记从基地起飞的那一刻 并声称如果有人发现这盘磁带 就说明他已经遇难了 威尔森在飞行途中 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 自称是加入到了一支经验丰富的精锐小分队 这支团队里不仅有最优秀的飞行员 有研究宗教历史和超自然现象的专家 也有空军特勤组的退役军人 他们没有政府背景 只为了金钱工作 这次受雇于一位从不露面的客户 目标是寻找失踪于野人山巨型猎谷中的 文氏特种运输机 据说运输机里装有英国殖民者 从缅甸掠夺的西式珍宝 不过机舱内具体有什么货物 都是绝对机密 除了领队的之外 其余成员是无从知晓 经过多侧的反复探索和空中侦查 初步的探明了裂谷内部的地形结构 这是一个呈抛面金字塔形的巨大洞窟 纵深极广 横面显得相对狭窄 根据那架失踪的文氏特种运输机 驾驶员无线电的通讯 估计它是降落在了南侧 探险队同时也发现 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 陆地还是水域 都没有绝对安全的途径可以进山 除了从地底涌出的浓雾 野人山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古代遗迹 不过大多都遭到了严重的损毁 无法判断考证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 似乎古代的人想要刻意隐瞒某种秘密 并且设下了重重陷阱 而装载着缅甸古代珍宝的文氏特种运输机 又偏偏坠落在了野人山 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 维尔森也许认为自己只是多虑了而已 但是对逻辑研究的越深 就越是应该珍惜巧合 不幸的是 此前进山的树枝探险队全都下落不明 几乎没有任何幸存者活着回来 对于装备精良经验丰富 受过高度训练 并且武装到牙齿的职业冒险家而言 野人山外围复杂的地形 以及各种各样的毒蛇巨蟒 都不是绝对的阻碍 真正的威胁来自于山里中年不散的迷雾 茫茫的雾气遮蔽了裂谷周围的原始丛林 室外人难以透视其中的秘密 维尔森所在的英国探险队 想出了一个近乎于疯狂的计划 他们认为当年空军 那架运输机之所以能降落在裂谷深处的迷雾中 得益于两点 一是文式的特种材料结构 而是裂谷内部特殊的地形所产生的气流作用 但假若换作别的飞机 肯定不是过轻就是过重 都急不得文式 另外七项条件也可能是决定因素之一 黑蛇号运输机失踪的那一天 同样有热带风暴形成的飓风北移 使得猎人山裂谷的地形轮廓 大部分从浓雾中暴露了出来 如今想要进入到裂谷深处 只有等待热带风团再次捞览 并且还要使用同样型号的文式飞机 才能有希望到达目的地 野人山深处有雷区浓雾毒虫 以及各种防不胜防的邪术 都令西方人难以理解 所以他们计划搭乘同样的文式飞机 趁天气变化之际 冒险进入到裂谷的最底部 得手后再设法城热气球离开 直至六十年代晚期 在一些相对落后地区 仍然还可以见到文式的身影 他们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在东南亚的某地 找来了一架与黑蛇号相同的 文式改型特种运输机 野人山附近存在着古老的蟒蛇图腾 坠入浓雾的运输机代号是黑蛇 裂谷的走势也蜿蜒如蛇 甚至就连美军修筑的幽灵公路 都形如长蛇 英国探险家猜测 严许蛇是连接野人山全部秘密的一把钥匙 于是将找来的文式特种运输机 加以重新改装和翻胸 使其从内到外包装涂抹 都与当年失踪的运输机几乎完全一样 命名为黑蛇二号 期望他能为探险队带来好运 英国探险家在缅辽交界处的非军控地带 买通了被地方武装力量控制的一个隐蔽机场 在热带风团浮屠入侵之际 乘坐着黑蛇二号前往野人山 这个计划非常之危险 天时地利人和 胆量技术勇气 任何一个微小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命运 无常的变化往往会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可是面对惊人的回报 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 使得英国探险队在投机心理的驱使下 仍是决定知难而尽 维尔森探言 这次任务的危险性非常大 很可能有去无回 但愿我们这么做是值得的 黑蛇二号特种运输机起飞后 在山区上空盘旋了许久 不料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 远处开始有雷暴出现 裂谷附近的浓雾并没有降低到预想程度 完全不具备事先计划中的条件 驾驶员只好提议放弃这次行动 但就在即将从低空驶过裂谷之前的那一刻 忽然从一片凝聚不散的云雾中 出现了另一架幽灵鬼影般的 文士特种运输机 维尔森说 那正是早已失踪了几十年的 皇家空军运输机 他冲着我们无声无息的直接飞过来 等驾驶员发现到他 想要转回回避的时候 却为时已晚 我们的黑蛇二号 与雾中出现的飞机撞个正着 可是突然在空中发生的撞击 并没有使黑蛇二号当场爆炸 就如同撞上了一片看不见摸不着的浓雾 对面那架文士特种运输机 仿佛根本不存在的幻觉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 与幽灵运输机接触的一瞬间 黑蛇二号的双引擎发动 同时停转 各种双倍全部失灵 机舱内顿时变得漆黑一团 在失控的状态下 直接坠入到裂谷 多亏了上帝的保佑 黑蛇二号才幸免击毁人亡之灾 被坚韧的骨藤缠在了半空 等机上的人员陆续从昏迷中醒来过来之后 他发现机舱外浓雾障眼 看不清至身何妨 为了能在浓雾中维持一定的世界 英国探险队 事先准备了几盏高强光的探照射灯 它可以以最大限度的穿透雾中的杂志 于是众人打开舱门 用多头强光射灯 去照射坠落点附近的地形 此时探险队的首领再次叮嘱众人 如果找到那架失踪的文氏运输机 在没有得到它的允许之前 谁都不准打开货箱 因为机舱里装载的货物 极度危险 你不准打开赴露ание